8月13日,運輸公務司司長羅勒文出席土地及公共批級事務跟進委員會會議 向委員會交代公共巴士服務批級事宜 會後羅勒文接受訪問時表示 指新巴士合同有學期六年預計可以在短期內簽訂 而合同相關於對兩間巴士公司的財政援助分為兩部分 一部分是針對學生、長者、殘疾人士、三類人士的直接援助 預計支出約3億多澳門員 而另一部分一般援助援助上限為6億多澳門員 並且指減不加 而巴士公司可於新合同生效三年後向政府要求提升援助上限 政府會根據實際情況作出審批 那時按照營運的情況 我們政府就備了10億4 好了 在那10億4我們就分開兩部分 一部分是我們認為是政府一個社會的責任 這一部分會包括學生、長者和殘疾人士 按照2019年營運的情況 這一部分是大概3億多澳門員 所以另外一部分即是我們 各個大部分就是6億多澳門員 昨天就出了6億多澳門員 所以你說的東西是對的 所以我給這個解釋過來 你們知道那6億多澳門員是怎樣出來 就是這樣 跟以往有一個大的分別是這樣的 現在大家都知道現在有個共識 所以每一次開車 我們就要用這個 是不是叫共識 有個共識計手 計了出來 是那麼多我們就給那麼多 日後就不是了 日後會有一塊錢 就是那6億多 我們有一個平價的制度 按照2019年的標準來做 所以我也都想告訴大家 一件事 那6億多澳門員是一個 封訂 即是 maximum 6億還是6億多 是6億多 是6億多 但是沒有理會了 多少好 但是這個是封訂 所以這個號數是可減 不可加 所以任何情況下 都不會超過這個號數 但是可以少些 多些就不會 但是也都告訴大家 在這個6年的任期 中間 一半 那兩個派市公司 是有權申請調整這個號數 但是是申請 政府就要決定 至於被問到為什麼 只簽約6年 羅立文表示沒有特別原因 但他個人認為 未來6年澳門交通方面 可能會因為第四座大橋 以及拼軌而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是有這樣的考慮情況下 雙方同意簽約6年 第四座大橋 那麼多幾年 香港同樣